也要來看華蓮是怎麼來解決這個本書問題 華蓮無法化路本書也已經燉了八萬棟 要解決問題 關於這台年合作 來蓋這個暗門頭油 趴上去年七月 就要開始蓄意穩穿 這是華蓮收入和平村的台年橫區 在要完工的建國體 就是臺灣第一做利用 燒本書出台燃料的水年油 原本整體的工程 也計劃在明年的二月完工 不過蓋化路設備已經完成八十 最近在蘇格陣營就要來蓋穩穿 經濟環保教的資料 華蓮每天的本書容是一百七十四棟 大部分都是跟三個宜蘭 幾日間的文化路處理 不過正是控制空年 幾日間的減少了後 華蓮的本書就幾百千多 現在已經進入八萬棟 但他們也說這個水年油可以趕快完成 因為我們現在產 每天產出的江湖垃圾以外 未來對我們已經打包的垃圾 如何去去化 希望可以趕快進場 環保團隊說 華蓮本書的氛圍和喧茶 不夠點燈 相關的縮化物和氛圍 都全部進去水年油 這樣對設備有傷害 除以可能會有氣爆的風險 那那最關鍵的東西 其實就是含綠的垃圾 環保局的機制裡面 都只有破代檢查 那那個破代檢查 就會沒有辦法完整的去做篩選 另外 台年現在只有一般家庭的本書 對這個需要 廢棄物是無法處理 環保局表示說 華蓮在那九年全補 這些需要廢棄物有四萬八千七百八十六棟 那是有台鐵燃料拼航 可以照廢棄物清理法 拼航案的方式又再來申請 記者中文報道